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普通的不太一样 没有猜拳的步骤 而且由我先来指挥 在数完三个数之前 你都没有看向手指的方向猜算赢 还不许出圈哦 明白 太简单了 要不咱加点难度吧 哦好 那就玩三把吧 只有你全部躲开了猜算赢 要开始了哦 给我看这边 就在咪咪眼指向上面的同时 他突然从地面发起了估计 果然不简单 咪咪眼打算用魔法强行 让马修看向上面 马修集中升至一个万优加水头 轻松躲过了这一击 哎呦 不错嘛 那继续了 给我看 那边 这次咪咪眼直接指了两个方向 如果不看左右其中一个方向 就无法躲开攻击 该怎么办 马修当机立断直接突手 同时硬挡左右两方的进攻 这一回合马修又痛过了 马修的能力也让咪咪眼看得连连点头 这种程度的攻击 突手就能防御吗 马修心想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有趣 真有趣 说话间咪咪眼竟然拔出了幽间的配件 说道 这柄剑上附有魔法黑炎 这种黑炎会将接触到的一切燃烧殆尽 也就是说 你只要碰了黑炎 就必死无疑了 这样一来 你就没法像刚刚那样格挡攻击咯 好可怕 我想放弃了 我觉得还是命比较重要 太迟了哦 最后一回合再坚持一下吧 给我看 那边 啊 这回更过分了 咪咪眼一下指了三个方向 就只能瞅下看 不然就会输 就在小黄猫为马修担心之时 咪咪眼已经挥刀从一侧攻了过来 如果不能看向其他方向的话 马修能做的闪避动作也少了很多 他只能选择低头避让回来的成剑 但这样一来 马修短时间之内也没法再调整姿势了 如果这个时候成剑从下面攻过来的话 马修就危险了 小黄猫想到了 当然咪咪眼也想到了 马修也想到了咪咪眼想到了 过禁止透啊 我就不再往下套了 总之马修使劲将脚踩进地面 硬生生带着画了圈的地面一起飞到半空之中 显而又显的躲过了这一击 谁曾想这时在一旁伺机已久的小鸟 竟然飞过来偷走了马修怀里的泡芙 啊 我自己都没舍得吃 你就给我丢走了 哎 完蛋 我刚才是不是往左看了 这可真是螳螂不蝉 黄雀在后啊 我输了 哎呀 没关系 刚刚的不算 这场我们就算打平了 咪咪眼稍微配件说道 就算你这水平对上马卡龙恐怕也很难赢啊 算了 打扰了 直到咪咪眼走出了房间 马修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刚刚那个人要不是犹豫了一下 我就危险了呀 而且那个人全程也没有吟唱咒文 还好我只是点到为止啊 不仅是马修 咪咪眼也是被吓到了 那个笨蛋 打一开始就只想用头夺我的剑吗 真是疯了 就那么想成为神觉者吗 要是丢了小命 一切就都成了空谈呀 不过 这小子如果能站在我这边 岂不没哉 快点向上爬吧 来爬到我这一边吧 小插曲就算过去了 终于来到了正赛环节 下面就是一对一比赛了 规则很简单 一方投降或者晕厥过去就算结束 而且开局就是王炸 有当前人气最高的音乐家 对战最气人的选手马修 双方上掌还是要礼节性的寒暄一下 俗称垃圾化环节 马修 不好意思了 走到这里 你就算走到头了 让我玩的尽兴 就是你的天命 你可要好好完成任务哦 哼 可笑至极 不过你不介意我运动前 补充点能量吧 哎呀 巧了不是 我也来点 真行啊 好好的魔法决斗 让你们变成美食博主 现场带货了是吧 不过音乐家 占塔塔酱这占的也太多了吧 这样一来不就吃不出 田腐罗也来的味道了吗 哼 是你搞错了吧 我明明就是在用塔塔酱占田腐罗 田腐罗的存在 不就是为了让塔塔酱 品尝起来更好吃吗 好家伙 基于不正常的标准来说 得出越奇怪的结论的家伙越强 也就是说 马修这回的敌人 够变态的 那么 我要上咯 随着音乐家毫无顾忌的释放猪 魔法威亚 就连远处看台上的观众 都感觉到了身体不适 这就是神约者的水准 马修 战胜他吧 面对马修的出色音乐家 挥出一剂魔法弹应对 对于这种出击魔法 马修像往常一样 摆出排球接球此时应对 直到接触的一刻 马修才发现 擦大意了 这他娘的不是排球 这是宝灵球啊 没想到 马修竟然被魔法弹这样的出击魔法 一直顶着撞在墙上 这才停住 烟尘撒落 除了地上的两道深深划痕 和墙上的深坑外 啥都不伤 因为马修已经绕到了音乐家身后 并死死的抱住了他 来吧 急住魔法 坠落地狱 这爆炸般的冲击力 让观众都以为 音乐家已经game over之时 音乐家却全虚全影的 出现在了场地中央 虽然音乐家用音符 做缓冲电的操作很骚 但就没人吐槽 马修把普通的5G 硬说成魔法了 双方的攻防还在继续 马修躲开了射来的 启发魔法弹 再次闪闪到音乐家背后 不过音乐家这次早有准备 抬手就用魔杖直指了 马修那么劲 而两个人就这么诡异地定住 很明显 你在护着什么东西啊 马修 马修也不多言 从另一个口袋里 又套出了一个泡壶 你看我就说嘛 如果身上有必须守护的东西的话 我们是不能施展全力的 对吧 还是先放一边比较好 随着马修不情不愿地 交出口粮 双方又拉开架时 准备再次大打出手 而此时场外的某处 一群奇隆的恶徒 正朝这里快速比进 除了纯粹本源一伙 还能是谁呢 就等老的马修班迪德 这种要去交友死的感觉 让人兴奋不已呢 好了 今天这一期的巨型就是这些了 风波不断的预险赛 究竟能不能好好打完了呀 感兴趣的朋友 还请持续关注 物理魔法师马修的后续发展 我是楼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